HELLO 最新人, 大家好, 今天有 Vanessa 和 Vian 在看中午收席前釋放 大家好, 先報一下銀子, 正在24,499 點跌42點, 成家是 519 億 Vian 的市場跌倒一點, 接下來還有幾日市場, 今個星期市場怎麼看? 市場我又覺得不是太有指標性, 始終指數會受困著24,600 始終這個位置, 50 天線, 100 天線的所在, 你對於技術上會有少許阻力 加上24,800上方, 都是一個有疑似頭肩底頸線的位置 如果升穿就好, 市場上升幅理論上是去到26,300 即是中線, 但這個後話, 首先是需要先突破24,600 之前升穿過的, 24,600, 但就站不穩, 明顯的阻力挺大 但始終整體大市的資金很充裕, 你看到金管局潮接錢 其實你數回年初資金, 金管局是涉了2,800億 2,800億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是0809年的總額 這個很明顯, 為了一些新股活動而來, 尤其是螞蟻 但是對於整體的港股, 都是會利好 你始終有錢在, 錢持續流入的話, 對於整體的港股 不會說真的走得太差 加上, 其實今天好像有點遠, 除了在技術面上有少許回頭之外 都跟外圍有少許關係, 隔晚美股就差 但是你看美琦都做得不錯, 標普500指數和NASDAQ 他們都在50天線上站穩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看到整體大事來說 我仍然是偏向正面 不過上星期我們看到, 中資金融股 其實他們都由弱勢轉為, 起碼沒有那麼弱勢 健康那些上50天線,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不過, 如果你在部署上, 我都會認為科技股 仍然是值得看高一線, 尤其是科網巨頭 因為, 始終你對這些資金來講 你有這樣的規模, 這樣的業務面的一些科網股 其實你是港股市場, 甚至是環球市場裏面 主要其實你都是, 不可以脫掉那兩隻的 不可以脫掉騰訊和阿里巴巴 看到阿里巴巴今早都創新高就知道 那, 始終就, 你不像這兩隻 就算你的美團之前都破完位 你破完位之後, 難免是會有少少回頭的 在高位有些整個, 有些獲利本的湧現 那這個我又覺得不需要太多擔心 那, 繼續留意著這方面的巨頭 剛剛, 這裡按出來, 美團的圖是差一點的 它疑似有少少雙頂, 但是你看一下那個支持是否頂得住 但起碼, 當騰訊和阿里都做好的時候 那, 美團又不會太差的 那, 整版其實, 你說的 9988和700都繼續走著很漂亮的走勢 那, 但是, 180 那, 那個幾個人差一點 那, 那個180 當然, 經常都說, 180 其實做的事情 和700, 9988, 3690 比呢, 沒得比的 因為, 始終都是做一些 hardware 為主 那, 希望, 避免到一些 OTO 或者, 怎樣, 怎樣, 怎樣串連所有的產品 做一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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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又 spawned by Dahae, 是因為, 那個segment 不同, 啊, 啊, 一百K賬 腾讯和亚里不用说了,他们的搜叠面是非常的降幅 而亚里就集中在一些微商、金融、Fintech等等的部分 腾讯集中在游戏的部分,这个都是他们的强项 美团在那个Big Data的掌握,大家对他的憧憬也是成为股价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故然他的潜力是有,他利用一些比较高渗透率的硬件去拓展RT的业务 但是暂时还未成为一个很主要的动力 你说很详实的角度,我是看好的,这一方面 我觉得小米向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短至中线来说,来到这些位置,大家就一定要秤股价 因为你去到,他始终是卖一些硬件,始终大家会当它一个高科技制造业 大家会秤股价,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就是,大家会担心小米现在占有优势的市场 会不会是慢慢对一些中国产品有些解释或者抗拒呢 甚至乎,在印度和西班牙,其实小米都是No.1来的 市占率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他在这方面的地位慢慢被威胁,你不要说被取代 其实对于他的盈利以至是股价,其实都会有一些负面在这 再加上一些管理层减持的因素,大家都始终有些心理威胁 令到他的动力不是很足够 所以你见近日,流入小米的资金明显比ATM少 这个我都会觉得这个趋势短期来都会持续 Rones 我想问,因为之前他不是有一段时间急升的 就是说炒入蓝筹股这个news 还有就是因为华为被美国那边去制裁 所以就是会令到他双重利好消息 搞到他升到26,差不多接近27这些位置 但是其实现在华为这件事仍然被美国在制裁 仍然在搞着他 那其实小米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受这些利好消息 去令到他再有机会呢? 就是不要说去到26这些位置 可能去到25啊,24这些,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就这样想,华为被制裁基本上这个情况相述都会持续 那会不会蔓延至小米呢? 这个我个人会觉得那个机会不是太大 始终为什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觉得华为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主要是因为它牵涉到一些通讯设备的 就是通讯设备,5G的设备,5G的制式 而小米主要是一些消费级的电信产品 所以它面对这个状况相对会少一点的 但是手机有一样东西就是 它是牵涉到一些制造的产业链是很长和很广阔的 那如果当中它涉及是和华为是某一些地方是一些的重叠的话呢? 那你不会只是制裁华为 现在你会制裁华为的供应链 那其实你有机会是波及其他的中国的手机股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自不然是会影响到它 但是这个固然是讲得比较远了 但是如果你说你近回看它自己本身的一些基本因素 它其实大家当它是一只高科技制造业的时候 你就要衡量它的估值 那你由一个十几元的股价上到它成二十六元这些位置 那其实估值已经是急性 你需要给时间的市场去消化 那它需时我想都一年半载都不出奇的 那所以其实我刚才说 长线来说我看得到小米的 那但是短与中线来说 它不会真的由一个 像atm那样的部罚上升 另外看看3718 附近提告不控城市猿员 那这3718 Winen有没有什么的特别看法 还不是很高的 其实 Black Cup 还不是很高的 那我又覺得 他的強勢 這些是需要留意的 往往在股市上 未必說他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而是你見到那些錢永遠都會先走 真的看他 公司的業務 其實他沒什麼特別 做一些環位服務 危險廢物處理 還有一些廢棄電子產品的處理業務 這些業務其實說真的 又不是說真的 是很有概念 很有故事的 但是你看他的股價走勢 現在在這些位置 雖然今天見到資金是流入 見到他的股價好像有些在醞釀突破 但是你整體的趨勢 仍然是一個收窄中的三角形 這些其實是在等著突破的 如果我真的看 我會用兩元來做一個指標 升穿了兩元的話 其實後向是可以看得 比較樂觀一點 看看392 他媽媽 那 其實 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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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曾經都炒得很厲害 是啊 去到 講到 2012 23 年那時候 其實 你看看 一個 長一點 十年後 其實 炒到媽媽都不認得 好像十年都不止 很久了 我記得 一夜堆 一個人很高 然後 慢慢走上來 繼續 估貨 但是 有一個會炒股的媽媽 是不是就有一個會炒股的兒子 但是同系又不是全部都是那麼強的 不是全部炒的 你看一隻 六八二八 看一隻 一五四 其實 完全跟炒股是無關的 沒有人會留意的 那個號碼 其實我講真的 我都要開個手機 才找回號碼 都不記得 那你 不要只看著那系 我又覺得 那系 以往是怎樣炒的 絕對 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是的 以往那個走勢 但是 你都要看它本身這個股的資金流向 是的 我會相信 一些 炒的股份 其實往往都是建基於一個供求 你的貨夠 保留得乾的話 你的資金是潮流入的話 那對於它的股格的動力 肯定是會比較大 那大家就留意一下 當然 好像剛剛所講 都要看回 兩元那位 如果升穿的話 有一個明顯突破 大家不妨 試一點點 都要注意自己的風險 那另外 剛才收咪前 即是三個女生收咪前 其實有一個聽眾 有一個問題 我們解答不及 就是267 嗯 中信 是的 又是另一系的東西 他就問怎樣看的 這隻 暫時來講看不到動力 看不到有些大手的資金去流入去 那圖又走得比較差一點 其實業務沒有什麼突破 他說真的 他出事都有十年八載 很久了 沒有十年都有六七年了 應該 應該過十年了 我回想起 對 澳洲 澳洲 一堆 澳洲 一堆 一堆 但之後 你說要重組 沒有什麼運行的 你說短線來說會有什麼衝勁 沒有的 他的股價的支撐 其實是建基於他拿著的一些項目的股值 是的 就是你建基於資產 那你資產 你最緊要有一些的衝勁在這裡 才可以為他的股價提供吹發劑 但是我們暫時見不到 那等他動的時候才留意 都不像 嗯 那大家小心點 哈哈 那 回答一些問題 6988 6988 其實他這個是上集 有延續下來的 他就問有沒有機會 是可以去到四十個半 6988 嗯 是啊 四十個半 四十個半 不是 他上集圍流下來的問題 我知道 現在做了四元 是的 就是要升十倍 四個半 哦 我講四十個半嗎 是啊 不好意思 哈哈 可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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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四個半 如果四元 會不會升到四毫半呢 那就不是問題了 是 我錯了 對不起 十倍 十倍又不知道 是啊 但是你說 如果四個半 作為一個目標的話 五個份 四個半 就是四個半 對 因為我也覺得是不難 而且看他的表 我剛才說 雖然是很少日數 我可以給大家看 但是 暫時來看 都是穩步常陽 我自己覺得 嗯 還有我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十字升 我有沒有看錯 我應該沒有 這個 是啊 所以就是 會不會有一個走勢 就是可以 是 確認了 升勢 確認了升勢 所以就 四個半不進取 升到一成 其實都是八億市值 是啊 你說很誇張 對於半身股來說 不算誇張 是啊 你看那些六九六九的 那些 招股價上升了40% 是啊 還有幾十億市值 你升得到 有得升 保持破位 其實都乾乾的 炒是炒這些 真的炒 放置腰會放這些 是啊 是啊 我放了兩個七的時候 買回來 好疼 現在買不會很高嗎 是不是 現在買不會很高 如果你保持著 其實不用 反而可以談一下 這樣刷 就是 四個幾 我現在是四個一 是 看四個半 為什麼你要設定一個四個半 為什麼你不有去 因為齊頭 對 永遠都是這樣 我相信是這樣 好像舒服一點 那為什麼不看45元 45元 不是小米 所以小米 我不是看80元 不是 六九八八 你都看45元 是 就是 第一回 或者你 你不太需要 這麼急放 四個半 我覺得太近了 我都覺得是容易去的 四個半 有去放一下 是啊 那他還有說 六一八五 六一八五 是啊 嗯 六一八五 他就說 因為康熙樂 他每天都很高 他之前就問 對上的問題 就說 可不可以上網到二百元 那我想 他是不是在兩個位置 入貨 194和206 進入了 嘩 這麼高 那 始終錢都不在B仔股 而且現在大家比較嚴選B仔股 嗯 始終B仔股本身是無形 要留意一下 除非你有一些 被人看到 在短期內 巨催化劑 巨突破性的東西 但是現在大家的焦點是落在 新冠肺炎的治療上 嗯 之前一些B仔股 大家會衝勁 你治癌藥 好像印銀子一樣 但是 嗯 現在資金的焦點不在這裏 那變成為這些股提供的動力 就會小了 嗯 我想你要有少許耐性 這些 你說會死又不會死 你說會落回一百 那不會這麼誇張 是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設置指示位 設置八五元 嗯 如果穿了八五元 這個圖都蠻醜的 是 所以可以看看八五元這個位 那Andy又說過 汽車代理股 會不會比汽車股好 如果選擇汽車代理股 八一 會不會OK 絕對是 汽車代理股是比汽車股好 沒錯 但八八一 到是一個大型的上落區 那裏 即是上落區間那裏 大概48元至52元這些位置上上落落 那等著突破的 基本因素它不及3669 3669的基本因素比它好 因為品牌策略呢 其實是清晰很多的 嗯 它主要是集中在江節一帶的地區 就是華東地區 去買寶馬 賣寶時節 全部都是些luxury的brand luxury的brand 你看回這些數據 就知道在疫情之後 其實他們的反彈和恢復是很快的 比整個整體的汽車的市道更快了很多 所以這時候3669的季度業績也做得不錯 反觀就 八八一 其實它的品牌策略就相對分散一點點 那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它會走得比較慢一點 相對 那自己選擇吧 但是我同意它的說法就是 那些汽車代理股股會不會比汽車股好呢 是會的 國產汽車始終 它們都是跟那個經濟的敏感度是比較接近一點的 嗯 那譬如可能今天呢 這輛永達汽車其實都升到去三年的高位 如果真的想入 是不是等它回到哪一個位可以去投資一下呢 可能11元左右 我想都要 其實都很好 等它回一回先 回一回10元至11元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始終它的業績是真的挺漂亮的 第三個業績它都升了成四成 嗯 那相信第四季會延續回這個趨勢 嗯 加上其實你接下來都會有些車出新款 那可能都會帶動回它的股價 嗯 那大家可以看回10元11元這個位置 那接著9988 應不應該放 因為剛才都升穿了300 剛才我們是見證著 現在一起拍手這樣 那沒理由創新高才來放的 其實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創新高 有兩個 要不就同景它會再一路標 但是不知道的嘛 不知道它會不會再做 創新高永遠都是追的 是 是 創新高再回下來那些時候 你去買就對了 還有會不會今天又是有個 都算是挺好的消息 就是買 通過了廣交所的凌晨 我出來之前好像 我還不是看到那份東西 是不是都還沒有的 好像 因為昨晚已經有 應該過了 對 應該真的過了 所以就是 會不會是這個消息 然後就搞到它都 有個 挺好的 今天挺英俊的圖 這個一定有關 你可以釋放出那個保值 加上其實它之前 真的 全舊這個高音的母公司 這個其實也是反映它整個報告的 越來越清晰 就像剛才說的 就是 你其實都針對一些 就是 小商戶 微小金融 金融科技 等等 那一塊那些業務 就是 它有一點集藝成頭 那種味道來的 這個跟騰訊很不同的 那個方向 那麼 高音那個 那個報告是 但是 它在螞蟻的 現在所上市的那個 那個股值是越趕越大的 嗯 這個就對於那個股價 肯定是一個 就是有利的因素 那 你的資金來到 就是在那個香港市場裡面 你要選一隻 有這樣的報告的股分 其實你沒有別的 是 你基本上 你要配置在港股分 或者在大中華股市 其實都是要選一下 所以 這方面 對它那個 股價的 正面的作用 肯定是會越來越大 嗯 那所以就 現在其實應該都 不用放著 九九八八 真的沒有理由創新高 真的沒有理由 創新高 是啊 好 那接著 一日住 一四五八 九個二毫半有貨 上網和指示位 想問一下 Ryan 應該設計多少 這個概念上是好的 但是 要記住 它始終 那個股價是貴的 賣鴨舌的 是 你賣鴨舌的 還有最重要是 它做門店 它的毛利率是高於做網上銷售的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隻股份 這類股份始終是需要門店 當然它那個分銷網絡 是 擴展得很厲害 在頭三季其實基本上已經達到全年的目標 這個也是令它的股值比較高的原因 但是 從一個中長視的角度看 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呢 短視 短視中視我仍然是看好的 因為整個趨勢是走好的 你看它的圖也很漂亮 維持著一個上升的通道 但是 它的發展的持續能力是否高呢 它可不可以適應將來一個電商 會比實體店零售更加流行的一個狀態呢 這個對它來說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是需要觀察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設置位 看著50天線先 穿了8.1的話 我覺得要止蝕的 之前穿了一穿過 但是 你說真的穿的 是真的失授了 收市的時候沒有了這個位 這些我們叫失授 intro day其實我又覺得 一觸具 一觸碰那個位置 你都已經看到很多買盤 是永遠的 是彈上來了 目標來說暫時 慢慢逐級上移 看著一成至一成半先 十元至十個半的位置先 嗯嗯嗯嗯嗯 希望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那接著 3690 2880元進入了 什麼時候才見底 什麼時候才見底 我們還未這麼悲觀 所以要見底 看著那個 又是看著50天線 你看著50天線 它之前一直都沒有失手 是的 即使是之前的事況比較差 它也是碰一碰 已經有個明顯的支持 暫時50天線 在246.9的位置 嗯 但是上方就 形態上是雙頂來的 嗯 如果真的穿了50天線 再穿之前那個平台區 大概 230元那些位置 那在走勢上是惡劣的 是有機會落到200元以下的 但是這個是說 真的穿了項線的位置的時候 即穿了230元的時候 暫時來說我都不是太擔心 始終你見 天天十大成交入面 它都是排第3 排第4 看到資金遲早落入 所以不需要過分擔心 嗯嗯 還有保持住 其實它都沒有穿過50天線 是的 守得住的 它算是幾隻當中守得比較穩 嗯嗯嗯 那還有就是9922 現價人不能入得過 九無九 現價都能入得過 叫做初步穿穩在50天線上 這些也是的 你計算股值就很貴的 嗯嗯 它又是買一些 不是一些新經濟的東西 而是一些 嗯 服蘇概念 飲食 內需 舊經濟 這一塊的東西 那麼 它的股值很難是去到天價 嗯 你分 你開分店都要時間 是啊 都要成本 這個其實你很難憧憬 喂 它100倍市盈率 200倍市盈率 300倍 很難去這樣做 所以其實 這些要看著位置去做人 如果它真的穿了一條50天線 我會比較擔心一點 嗯 如果守得住 你就繼續向上展望 但是上方20元阻力 始終是前高位 是比較大一點的 但是它說現在 現價日都ok 是嗎 還是其實我個人認為 會不會等它再 因為其實50天線 它還是差了幾個價位 會不會跌到17.5天 會再買得舒服一點 那如果你欠了幾個價位 我又覺得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是啊 通常的做法就是 這個位置 直拿一注 然後再等它 看回一回 對 但是普遍的火鍋 其實你剛才說過 火鍋都倒了 是嗎 酸菜魚 你說 海底洞 海底洞 圖是一模一樣 是啊 是不是過了黃金周 我都在想 有機會的 還有之前為何是升得那麼厲害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覺得有少許報復性消費 是 那你什麼仇都報了 是啊 吃十餐都可以 懲罰了 是啊 那要考慮這件事 就是不要當它們是新經濟股 反而有season 有季節性 但是接下來是冬天 所以這些股肉再進去 會更多人吃火鍋 不過有這樣說 在大陸 其實他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火鍋 是啊 是啊 所以 它冬天的增長 是不是會特別大呢 我覺得 反而是反映一些 疫情的因素 會比較大一點 嗯 嗯 好 那麼 909 吃不吃得入 明圓運 嗯 如果你說從基本因素的報告來講 這些股股的市佔率是高的 嗯 是啊 它在那個業界做的SAS 就是那個房產業界 一些賣樓裡面的SAS 它的市佔率是高 那也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嗯 但是 這個你就要看回它 因為它始終是上市的初段 你也要看回那個供求 始終在高位那裡下來 我會覺得 嗯 要觀察多一點 你說炒的話 它又好像不是很活躍 嗯 那你不 你欠個氣氛的話 那就其實是差一點的 還有你說真的称股值呢 它又不是特別便宜 嗯 那你當 它的供求不是特別似熱 而那個股值又不是特別便宜的時候 你買進去 那其實 你就要衡量回那個風險了 嗯 嗯 還有我自己個人有一個問題 就是呢 近來是不是還是總統大選呢 是 其實大家都很不明朗 因為不知道 雙方會出什麼招數 又不知道打什麼中國的戰略 是 其實近來買的股票呢 除了買一些科技股之外 因為有些不是很穩陣 不知道它說什麼 又會刺激股價 其實買回內需呢 其實會比較穩陣 如果因為這個 美國總統大選 我又覺得 未必說真的太過 跟你是否去買內需的影響大一點 內需始終 大家比較敏感的一個因素 都是看回內地一些經濟的因素 是 無可否認中國的經濟是強勁的 還有 是有少少 好像剛才說的 報復性消費的 但是這些因素 會不會已經是反映了很多的 內需股份入面呢 所以你買內需股的時候 一定要衡量股值 如果股值貴的 你就要想那個Premium是怎麼來的 那個Premium 如果是來自一個報復性消費的憧憬的話 其實我相信已經開始慢慢反映了 變了你就要衡量那個直播率 至於美國總統大選 對的那個變數是很大的 暫時來說 你看面那一陣 就是現在的民調 拜登基本上是沒有得輸的 沒有得輸的 一定是當選的 但是你看回上屆 其實都會有很多變數 你不知道突然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還有就是 即使美國總統大選兩個黨 或者兩個候選人的局勢明朗化 但是也不代表股市明朗化 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拜登上台 對於這個股市明朗一點 還是特朗普上台對於這個股市好一點 大家是說不出所欠來的 坦白說 變了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因應這個因素的變數 它仍然是很大 嗯 明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先報發銀子 中午收市24520點 未跌22點 剩下554億 今天很多謝Vion 你和大家做分享 想問Vion 今天所說的股票有哪隻有持有 有持有阿里巴巴 那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